你好,我是田中老师,微信公众号16顺丰 这几个咱们来说一下63号令的考点 这63号令呢,是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决定 OK,这是2016年10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这个时间倒是不用计 这个决定主要是修改的部分,咱们着重说一下 这里第23条 修改为,出租汽车驾驶员在注册期内应当按规定完成继续教育 取得同学资格证超过三年未申请注册的 注册后上稿前应当完成不少于27学时的继续教育 那原来条文是什么呢 我也特意找了旧版的,旧版说的是 三年 OK,这如果是三年,那就要学54小时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这个 所以说咱们在题库里如果看到三年或者54小时 说明这个题库用的还是旧版的 出租车考证的,而不是网约车的 其实这个旧版呢,不仅仅说在家库宝典里有发现过 在网约车宝典里也有这种旧版的题库 因为咱们网约车考试刚刚开始很多题库还是不完整的 甚至说不准确的 所以咱们才需要学63,64,58 哎,这些法令 知道这些法令的内容 也帮助咱们考试 我希望说 我粗的题库啊 我整理我整理的题库是最准确的 ok,接着说 还有这里 出租汽车企业和继续教育机构秀改为出租汽车经营者 老板的是企业和教育机构 ok,还有原来的是市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统一秀改为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就是题库里啊 有些老板的题库也能看到这一点 他说的还是市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呢 ok,咱们看一下 管理规定的具体考点 这里说到咱们从事资格考试 包括全国的公共科目和区域科目考试 全国公共科目考试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的 而区域科目呢 那你在哪个区域考的 在哪个区域有效 全国公共科目考试是国家对出租汽车法律法规 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具有普遍规范要求的知识测试 法律与道德服务啊 还要安全 就是这四个方面 法律与道德服务与安全 ok,在区域考试 这就是现在五花八门了 那这个区域考试 考试大纲和考试题库是由社区的市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 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的 咱们就知道这么奇葩的题谁出的了啊 那 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 也就是说想考考试不光是网约车还有驾驶员的出租车驾驶员的 什么条件 取得相应准价执行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三年以上 简单来说有证啊 三年以上 五交通肇事罪 危险驾驶罪 五吸毒记录 五饮酒后 驾驶记录 最近连续三个几分 中期内没有进满12分 第三条是无暴力犯罪记录 第四是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OK这几项咱们知道有这个印象就可以 到那时候出的是多选题啊 你知道这几个都选上 但是如果没有暴力俩字 说无犯罪记录 那这个是不能选的 申请参加考试提供的材料 这个咱们不是考点 这不说 有重要的考点 首次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申请人 全国公共科目和区域科目考试应当在 首次申请考试的区域完成 首次 首次 那考试结束后 十日内公布考试成绩 考试成绩合格的有效期是三年 公共科目全国有效 区域科目所在形成区域内有效 如果说全国公共科目和区域科目都合格的 那公布成绩之日起 十日内发证 看 十日内公布成绩 然后十日内发证 如果说到从业资格证发证机关核定的范围外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 就比方说你是在南京申请的 在南京考的区域科目 然后你要想到徐州 那就要在徐州再考一下区域科目 那全国的公共科目是全国有效 那就不用再考了 考完证拿到证之后 还需要注册 注册了之后才能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 注册的有效期是三年 如果这三年你没有注册呢 就是咱们前面说的 要27小时 继续教育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聘用取得从业资格证的出租汽车驾驶员 并在 注册后 就是邮政还得经过注册 选游车呢 选游车如果申请从业资格注册或者延续注册的 刚才不是三年有要期吗 又过了三年 要延续注册 有呢 田野登记表 持其从业资格证 及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经营合同 这是巡游车 但是这个咱们也要知道 有的题库里会考 然后个体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 自己驾驶出租汽车 从事经营活动的持其从业资格证 及车辆的运营证 前面说的是 有公司的啊 跟出租汽车公司或者经营者签订了合同 从业资格证 但不管你是有公司有单位的还是个体的都要拿从业资格证 有单位的要有合同 劳动合同和经营合同 个体的呢 要有车辆的运营证 巡游车 如果注册有要期借满 需要继续从事服务 需要在满30日前 这是满30 口诀里的停满30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受到刑事处罚 且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不予延续注册 这个也算是一个常识 比较好理解 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刑事处罚 那就不能继续干出租了 巡游的 在游要期内 如果说解除合同或者解除经营合同 20日内向原注册机构报告 并提出注销注册 这里是注销注册 并不是说注销从业证 如果是变更单位呢 应当重新申请注册 网约车 网约车出租汽车驾驶员的注册 通过出租汽车经营者 向发证机关所在地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报备完成 报备信息包括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信息 与出租汽车经营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协议 这个咱说好多遍了 就是网约车对应的是劳动合同或者协议 网约车驾驶员如果说解除劳动合同或者协议 那通过出租汽车经营者向发证机关所在地 这个主管部门报备并完成注销 这个注销也是注销注册 不是说注销从业证 关于继续教育出租汽车驾驶员在注册期内应当按规定完成继续教育 这里并没有说继续教育周期是多长 也没有说得是24小时之内 咱们新规定是超过三年没有完成申请注册 注册后上岗前应当完成不少于27学时的继续教育 原来说的54学时其实都是形同虚设走过场 所以原来那条法规也就废除了 那这个三年和27怎么计呢 就是三年这么久了 你还没有申请注册 那就要27学时3927 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 由谁来完成呢 由出租汽车的经营者 OK 这里说到谁负责从业资格证的发放和管理 是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这个体系是怎么计呢 你可以这样想 假如你是在以天文老师为例 在吉林 是吉林市 吉林市 那对应的就是吉林市的出租车办公室 而不是说华电呢 或者磐石市 不是 级别不够 是吉林市 你想想你自己所在城市应该是由哪里 如果说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 遗失损毁 要到原发展机关 补或者换 还有一个考题 就是出租车的经营者 要为驾驶员提供什么便利呢 同业资格的注册和继续教育 因为继续教育是由出租车的经营者来完成的 那注册呢 网约车的驾驶员也是通过经营者来进行注册的 再一个考点啊 违法行为记录 作为服务质量新预考核的依据 这是违法依据 注销 再来说说重要的啊 注销 什么情况下是注销呢 就是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无过错 比方说执政人死亡 这不是他的过错是吧 执政人申请注销 就是执政人主动申请注销 执政人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 第四 执政人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 这个被注销 还是属于无过错 这是他的驾驶证 或者被吊销 这个吊销本身就是已经处罚了 因驾驶证的处罚 但是他干出租这个行业 没有说犯错 这里没有提到犯错 所以这个咱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他没有过错 或者说过错 已经被处罚了 因身体健康的其他原因 不易继续从事出租 记者科业服务的 OK 这种是属于注销从业资格 前面咱们说的是 解除劳动合同和协议的时候 是注销注册 但并不是注销从业资格 这里是注销从业资格 那什么情况是撤销呢 那撤销就是有过错了 比方说 其实人身体健康状况不再符合 从业要求 且没有主动申请注销 那按说他应该是申请了 但是他没有申请 这时候就要把他的 从业资格撤销 还有交通招事罪 危险驾驶罪 吸毒 饮酒 驾驶 暴力犯罪 最近连续三个基本中期内 基本十二分 第四十条 第四十条呢 这里说的是 不得有什么行为 途中甩客 或者故意绕道行驶 不按规定携带道路运输证 从业资格证 不按规定使用出租汽车相关设备 不按照规定使用文明用语 车容车帽不符合要求 未经乘客同意搭载其他乘客 不按规定 出具相应的车费票据 网络预约出租车 违反规定 巡游缆客 站点缆客 就是网约车 不能巡游缆客 也不能站点缆客 巡游车 聚载 或者未经约车人 或乘客同意 网约车 驾驶员无正当理由 未按承诺 到达约定地点 提供预约服务 巡游车 不按规定 使用机枪计价设备 违规收费 或者网约车 驾驶员违规收费 对投诉举报 其服务质量 或者对服务 做出不满意评价的乘客 实施报复 这种行为 这些行为是 罚多少钱呢 是200到2000 OK 法律责任 罚1万到3万的 什么情况 我归结为 就是5 假 超 未取得从业资格证 是属于5 超越从业资格证 核定范围 是属于超 使用1125 一道变道的从业资格证 这是属于证 转介 出租 突改从业资格证 这也是属于证 无假 证 还有超 那是个牌设证 扣费重 那设证的罚款也重 在咱们 在咱们网约车 这个提库里 或者这个法律里 一万到三万 就是罚款最重的了 然后看200到2000的 违反第16条和40条的规定 怎么看 16条 16条说 取得从业资格证的出租 汽车驾驶员应当经注册 如果没有注册呢 那是200到2000 还有40条 40条刚才咱们说的 不得有下类行为 就这些行为的话 是扣200到2000 如果聘用未取得从业资格证 就是聘无证 罚款多少呢 罚款是5000到1万 还有 对于出租汽车经营者 罚款1000到3000的是 聘 聘无证规定 办理注册手续的 就是聘未注册 还有一个就是不按规定 进行继续教育的 题库里出现了这个题 那个咱们怎么记呢 聘未注册 那就是聘未注 假如 你想 有一个人聘请工人 来喂猪 给他工资是多少呢 是1000到3000 这个价格浮动 还算比较合理 是不是 聘未注1000到3000 OK 那这个63号令呢 咱们就说完了 下节课咱们要讲 64号令 请不吝点赞 订阅